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1959年所制作的一把一组松鼠葡萄紫砂组具进到了拍卖市场 当时的落垂价是8000万人民币 而这个画面就是当时拍卖的场景 如果加上佣金计算的话 买家要支付价格高达9200万人民币 以当天的黄金价格来计算 这把壶的价钱可以买超过314公斤的黄金 有一本书叫做《阳县明壶系》 它上面有这样的记载 一壶重不数两 价重每一二十斤 能使土与黄金增价 这本书是一本专论紫砂壶的第一篇的著作 据说书是完成于明末从真年间 在华人的世界里 紫砂壶应该是司空见惯的实用器之一了 不过什么样的紫砂器才是金 而不是土呢 同时紫砂又是什么样的砂呢 中国如果有5000年文化 那么紫砂的历史又是从何时开始的呢 今天我们将推出 《紫砂江湖学问之多少》的系列 其实我们节目呢 很早就想制播有关紫砂的专题了 而机会终于来了 中华文物保护协会邀请了黄建亮先生 针对紫砂发表的演讲 今天呢 我们将透过这场演讲 让您轻松但是清楚明了 紫砂的世界 这位演讲者黄建亮 他是一位让海峡两岸人士 都佩服的紫砂专家 他同时也是国立故宫博物院 藏品征集的评审委员 另外他也是中国大陆 江苏宜兴市陶瓷文化研究院的 学术顾问 下面镜头我们就让黄建亮 带我们进入紫砂的江湖 这是一个我二十多年来 第一次讲的题目 因为这个题目太大了 但是因为文保协会是很重要的 一个国内的一个中华团体 那我希望我们能够用更高的视野 用一个空拍机的视野 来看这个移星指差鉴定 我们不要太拘虑一些小东西 所以我们今天现场 各位可能会讲得有点快 但是如果您可以拍照 我是可以 是欢迎拍照 但是只要不影响录影 没问题 那我就开始今天的这个 首先 传统以来 台湾的收藏圈 一直把紫砂这个收藏 认为是江湖学问 数十年来都如此 那是因为这个体系一直没有形成 一直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学术体系 不过在二十多年来 在两岸三地的考古发现 还有很多重要收藏家的产品 逐渐露出台面 很多好的东西彼此获得印证 所以 紫砂其实在国内外 有很多的学术单位开始进行 包括我自己认识的两岸三地 很多人用紫砂为博士论文 或者是硕士论文 那我们知道紫砂它跟茶一样 它都是茶桌旁边的学问 它的教室就在茶桌上 至少以前是如此 那它到底是有什么样的迷人的一个魅力 让大家这种喜欢 其实它跟茶一样 从庶民百姓到皇宫贵族都喜欢 所以包括乾隆皇帝 包括庶民百姓都很喜欢宜兴自杀 当然原因是茶 那这个是宜兴的一个矿坑 它形成一个水塘 因为宜兴就在江苏太湖的旁边 那它的紫砂矿 必须往地底下深入数十公尺 甚至上百公尺深 所以它常常挖到地下水就淹没掉了 它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矿场的遗迹 所以我们说宜兴紫砂水很深 的确包括很多博物馆的朋友都跟我说 他们很想 或者他们管荒 或者他们学校很想研究紫砂 可是一直不得其门而入 那它的确如此 实际上我比较认为各位 如果有兴趣研究紫砂的话 应该要我们说知行合一 就是你要亲自去接触它 而不是只是看书看文章 我看过很多重要的人的注录 书本注录 文字通通通很正确 但是配的图片一塌糊涂 就从Google去找 Google一张十大兵就贴进去 非常非常不好 非常不好 知行合一 你一定要自己上手去玩 你才能够亲自体会到紫砂的魅力所在 不然的话你只会成为一个 说的一口好菜的一个美食家 好 这个是我的一个建议 好 那么疑心子砂为什么那么让人家喜欢 实际上它的根源还是跟茶有关 我们从这三个圆圈 大概可以看到 以人为中心 人跟茶的关系 人跟茶的关系 当然是茶可以让人提神 让人头脑清明 他有欲你的思考 这众所皆知 那么茶跟胡的关系 他当然是器用 就是他的实用性 他疑心子砂的确能泡出很好的茶汤 这个从五百年前 就被明代的茶人所证实的 然后人跟器物的关系 它其实呈现是一个审美 包括这个使用者 对于器物的美学欣赏的角度 也包括这些美学的角度 如何影响到宜心作福的工匠 所以简单来说 人跟茶跟胡三者的关系 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状况 它有别于其他的器物 因为它有茶的存在 它有别于架子上漂亮的乾隆的花瓶 有别于你别在身上的玉器 紫砂这个东西 它是跟茶紧密相关的 所以从明代开始 从明代开始的茶人 就开始在寻觅最好的泡茶的方式 因为从明代一开始 朱元璋就下令 我们不要再像宋朝一样 做成饼茶再磨成粉的 我们喝散茶 所以开始的疑心子砂受到重视 那么到了明代中起开始 所有的明代的那些苛刻的茶人 他们就慢慢达成一个结论 世间茶具称为首 世界上最好的泡茶的工具 就是疑心子砂 他甚至说疑心子砂能发茶的 真茶的色香味 颜色香气滋味 那重点在真这个字 真正的 因为在明代以前 大部分的人喝茶 他是磨成粉末的 他看不到茶的原始样貌 然后他发觉 用胡泡法 可以看到真正的一个样貌 他带了新的惊喜 也会尝试新的泡茶的方法 所以明代是中国历史上 出版茶书最多的一个时代 尤其到了明代晚池 有四五十本的茶书 但是接下来他们又说 用疑心子砂壶泡茶 高流物以免书 就是有学问的 有修养的 这个泡茶的专家 一定要疑心子砂壶 然后最好 用明家所做的子砂 因此他造成了 明家所做的茶壶 越来越贵 这个泥土做的壶 能够跟黄金一样等价 显然他是当时的一个主流风尚 但是难道难怪疑心子砂这么贵 难道只有因为他的实用价值吗 实际上未必 明代有很重要的美学家 叫张黛 他是重要的一个意见 美学意见的领袖 他说这个疑心子砂 能够一把壶 跟黄金增价 然后增价到什么程度 在文人的书皇厅头上 他架子上晃的青铜器 然后跟当代的子砂壶 晃在一起 子砂壶毫不逊色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成就 各位都是器物收藏家 你可以想象 一个有三五百年的青铜器的旁边 晃的是当代星座的子砂壶 他们毫不逊色 显然是什么 这个张黛很厉害 他说是其品地 什么品地 品地就是 就像一个人的人品一样 这个器物的气息 气质 让他跟古董毫不逊色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美学观点 他已经脱离了气用 脱离了泡茶好喝这件事情 他已经提升到美学的层次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明代对子砂的一个定位 各位看到这把壶 这把壶在 他曾经是新加坡香血栽的 重要收藏家的一个旧厂 他就是斯大宾的作品 然后他真的就像一个青铜器一样 非常精彩的一片的一个茶壶 接下来我们来看 可是这个紫砂壶这么贵 一定就会有假货产生了 这个事事皆然 西方的经济学家就讲了一个很有名的话 就是说你有需求就会有人做来给你 世间万物莫不如此 你业续追求的东西就有人要赚这个钱 所以中国很著名的一个考古学家 李济他就说 真器物真假的鉴别 在一般收藏家眼中 说真就真 说假就假 很容易 可是在学术的角度来看 它是非常困难的 你说他真 说他假 你凭什么说他真假 这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一个挑战 在紫砂 尤其如此 那么做假的人 因为他是有利可图的 所以很多人 各位不管你玩赏什么器物 基本上最大的第一个课题 就是如何去鉴别真假 那要知道 做假的人他是专业户 他是以此为生的 可是我们是业余的爱好者 所以自己不进步的话 很容易就在技术上 他们有更好的一个黄品 所以他是千百年来的共同的课题 就是真伪之变 那么英国一个学者 叫琼瑟 他就说 这些假东西 它其实是一个人类欲望的反射 然后呢 它其实某种东西 假贱品呢 就代表着一种人性的贪婪 那它后面就是立之所趋 所以我们面临 器物收藏面临的 一样是有这样的挑战 然后呢 很著名的书画鉴赏家谢志柳 他就说 真跟假的东西 你一定要看清楚了真 你才能够去说假 他告诉了我们一个研究的历程 就是你要先学会什么是真 这是重要的一个历程 就是我们在器物鉴赏上 你要先看真的 所以为什么很多专家告诉你 你要多看博物馆 就是如此 多看真品 这个才是 所以我们今天的课题讲说 鉴赏 只差鉴赏 其实是一个太大的课题 我今天能做的就是说 我们从哪些方面来鉴赏 那比如说我们说鉴赏 就是鉴赏跟欣赏 那鉴赏通常有两条路 一个是科学方法 一个是人的方法 比如说你去买水果 对一个科学者来讲 这个东西甜不甜 他可以用它仪器去测量 可是那个卖水果的农户 或者是果农 他告诉你 看这个样子 这个就甜 那个不甜 一个是眼睛看的 我们称为目见法 眼光去看的 那当然相对的是科学方法 两者各有其优点 但是对区区500年历史的指差来讲 有时候科学还不太好用 比如说我们来看 著名的器物类的有些鉴赏法 比如说探紫士 那探紫士根本不适合器物 因为它适合有器物为主 那热氏光呢 它会是破坏性的测试 就是这个 而且它年代误差大 有很多的问题 虽然经过技术改良 它可以这样更精准 可是疑心指差 通常只有几百年 顶多一两百年 你最常遇到就是清代的指差 不过是300年内 你用到热氏光 又会用又贵 又会破坏器物 所以也不太容易 那又或者呢 有一个叫做微量元素测分析法 那么 这个是20年前 我们在南京博物院办研讨的时候 他们提出的微量元素测分析法 它成功地判别了一把茶屋盖子是配盖的 它做很大的功课 说商谱博物馆的有一把猪泥虎是配盖的 问题我们眼睛一看它就是配盖的 造型不对颜色的拟料也不对 微量元素在指差上还是能帮的很有限 而且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缺点 贵 会用贵 而且很可能会破坏器物 虽然这个微量元素不会破坏 但是其实并不适合 然后再讲说这个误差 譬如说这个顾景周 它1950年代的一把符 如果你用热式光 它通常上下误差50年 等于说它是50年代做的 跟现在做的是一样的 机器分不出来 那对指差帮忙不大 也许对于一千年前的历史有帮助 可是这几百年的疑心指差 还是帮不上忙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还是应该回到眼睛人的部分 我们可以被称为风格分析法 也有人把它称为眼学 就是眼光看的学问 有些人常用目见 用眼睛去鉴定 或者是称为望气 望气这个名字他比较少清到 就是泰智著名的古物收藏家所提出 是简单来讲 就像你看算命一样 看你的气色 就知道你好不好 当然是很高阶的一个 但是他们的优点是 共同点是什么 既鉴定又欣赏 他用人眼去观察 他的风格 人的因素进来了 他又某种在器物上 在指数上是有帮助的 譬如说如果你对科学家来讲 幻谷的名作不过是一些扭曲的颜色的 累积而已 那么著名的断壁维纳斯 不过是一个歪歪曲曲的大理石 然后所谓的巨男美女 不过是一些无机化合物 跟有机化合物的总结吧 在科学的仪器里面的眼界是这样的 可是在人的眼中里面当然不一样 我们可以充分体验到 这个器物的后面的历史 文化 美学 这些东西 譬如说我们看到 幻谷是因为他的精神状况 整整他发展出这样的风格 维纳斯的手 音乐 他的残缺 产生了另外一种 充满想象力的美感 那么中西两方的美学 观点的差异 唐代回胖的女生 为什么到当代不被欢迎呢 他后面有历史的文化的审美的转移 这些东西都是鉴赏的一部分 这个我们在看紫砂也是如此 不妨用这种高度去看 然后呢 所以我们说鉴赏 鉴赏 其实回到泡茶这件事情来看 他的基础还是用 使用茶壶就是要用 在用的过程 你越买越多越买越多 你就开始收藏了 然后呢 你也会看 这个壶很漂亮 我就买起来了 可是到了最后的一条路 就是你会想 我这个壶上面写着 顾景舟会不会是真品 如果是真品 就不得了了 所以鉴定 通常它是相当相较于 其他中国的古物来讲 紫砂的特色是 它是从用出发的 很有意思的一个 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在这用的过程 它是有一个阶段的 就像你去爬山登山一样 你从公园上 一直到这个去登这个 这个喜马拉雅山 它当然都是某种程度的步行 某种程度的登山 可是它有分级数的 大家量力而为 那同样的器物收藏也是一样 一开始你是实用 接着你就开始收藏 如果你的财力允许 如果你的专业能力够 你会越收越好 所以从左边这把壶 只要台币 假设它是一万块 最右边这把壶 是拍卖的记录 基本上台币五百万 你一万块可以泡茶 五百万也可以泡茶 它搞不好 一万块的泡茶 还比较好喝了 对不对 所以它就是在于收藏的乐趣 那也是各位在座 对紫砂收藏有兴趣的朋友 共同关注 就是我们如何去找到 买到最好的茶壶 那实际上 我们用一个角度来看 就是量力而为 量力而为 风俭游人 就是你能力所及 譬如说今天各位来这里 你可能是走路来的 搭捷运来的 你可能是开的宾室车来的 都是你能力所及 你量力而为 那在器物 在紫砂壶上面也是如此 你从用的过程 开始到厂的历程里面 也是量力而为 那有些壶呢 五千块以下就有 有些壶一百万 甚至一两千万都有的 这永远收不完 当我们建立了这样的架构之后 你再回来看紫砂 紫砂的一样 它可以分为古跟金 就是新湖当代的 跟古老的湖 所谓古湖也不过五百年 大概就是明代中期吧 那新湖到现在 不同的时代有 不同时代的器物 都是经出有别的 有的便宜货 它卖给不同的经济能力的人 所以从食用湖 接下来有著名的名家做的 更有名的人做的 或者是高阶名家 比如说顾景州 它就很贵很少 那日用品就非常多 而且路边它都有 那古湖也是如此 这是一个收藏架构 所以很多时候 当我们在讲说 你也收藏紫砂 他也收藏紫砂 可是你们讲的 这个朋友 他可能聊的是顾景州 这个朋友聊的是这个 就是有这个落差 这个跟其他器物收藏 可能不太一样 因为他的入门门槛 非常非常低 你也喝茶 我也喝茶 我喝的是冠军茶 头等是这样的 你喝的是手摇茶 也都是喝茶 所以我们要到这种 开阔的角度 去看器物 看紫砂收藏 这样比较能对得上频率 那通常来讲 黄品 我们说黄品通常会有一个挑战 就是其实 它第一个是古代黄的 后来黄的 包括当代黄的 而且黄的经初有别 随便黄一下 盖个顾景州 跟很认真去谎的顾景州 一样都是黄品 所以也要知道 黄品是有层次差别的 然后呢 这种我们称为低谎的 一眼可别 譬如说顾景州根本没做过这个行动 这泥料这么丑 怎么可能是顾景州的 可是越来我们真正的挑战 是在高谎 甚至高谎跟真品之间 有一个界限叫做代考 非常可能是真品 可是因为某种原因 你不敢确认的 这个是我们 如果你到了一个某种收藏程度 你会讲的是 最大的挑战是在于 真跟高谎之间的一个小小区别 那么我们假如说是 再用我用这个疑心著名的 朱泥虎为例 这个是一个我想的概念图 我们现在玩的朱泥虎 如果是真品 基本上是出土为主 极少数是传世的 绝大部分是出土的 然后但是绝大部分我们 通常我们玩都是当代的 黄古的作品 当你玩到真正的入侵以上 其实它绝大部分都是闽南 在早期时候出土的 然后少数的是从日本回流 泰国回流 或者是从欧洲回流 然后有不同的时间 当年清早期的时候 流到欧洲 清中期的时候流到日本 清晚期的时候流到泰国 直到现在因为市场所需 又回流到台湾 它有这样的一个进程的关系 可是很多时候 我们如果只是买一把符来用 其实我们用当代的古代风格的符也就够了 这个是我说鉴定 有时候它的 就要看什么东西吧 有时候我们欲言又止 主要的原因就是在此 那我们 从一个历史走来看 中间这个假设 十六世纪的时候 十大兵陈明远的真基 然后他在同时的时候就开始有人谎品了 十大兵还在的时候就有人谎他的了 清早期有谎十大兵 然后整个清朝到了现在都在谎十大兵 陈明远也是如此 你想想看顾景州也是如此 三百年后看着顾景州 他也是一团乱 就是会搞不清楚 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考鉴是什么 老的黄品 后来的黄品 跟当时的最新的黄品 混在一起 那你怎么知道这一件是真品 这是真正的挑战 所以在高阶鉴赏的时候 我们说每一个 每一件紫砂壶 每一个黄品 中档以上的黄品 他都应该各按去看 你绝对不能因为这样子 就说他是对的 他是不对的 因为每一个高阶黄品 都很有他的 他可能抓住了 这个 譬如说印章黄的好 泥料黄的好 什么黄的好 他是一个要各按去看 他绝对不是通按 然后我们在文物圈 有一个很著名的图 如果你是要买真的 那你一定要高价 精品也要高价 然后如果你要精品又便宜 那就假货 然后真品 精品一定真品 那如果你又真又便宜 那就买产品 就是标本 这三个就这样 你不可能又真又好 然后又便宜 那就是假货 他就是一个漏了 我们称个漏 漏就是大家都没有看到 被你看到 可是在网路时代 我们有句话常说 天下无漏了 已经也许在20年前 台湾我们朋友到大陆去 还能找到一些难得东西 现在基本上不太可能 所有经营这一行人都知道 这个东西市场行情多少了 只要他会上网 他就查得到 所以我们可以说是天下无漏 这是一张顾锦舟先生 他生前的照片 今天节目一开始 我曾经提到 顾锦舟有一把壶 曾经卖了人民币 9000多万之后 隔了几年 突然在台湾 有一则新闻报道 这个报道说 台湾有人收藏了 100多把的顾锦舟紫砂壶 过去我曾经 服务过电视台的新闻部 而我在负责电视新闻的时候 有一种新闻让我很在意 也很头痛 那么就是我们的记者同仁 非常辛苦地发稿 警方在某地 侦破了大规模的古董窃盗案 现场查获的古董 价值超过了新台币1亿元 施主闻讯 对于能够找回心爱的古董 喜极而弃 也谢谢警方的辛苦办案 对于这样的新闻 大多数的状况 我当然一定会先看一看 摄影同仁所拍摄的画面 通常我一看到那些 号称上义的古董 我就紧皱眉头了 我会问 这些东西说价值上义 是谁说的 当然你可以想一下 我们同仁会说警方说的 我会问 警察怎么知道价值呢 答案通常都是说 施主说的 甚至有时候还会补充上一句 这个施主的家 号称是一个小故宫 这种状况 往往是考验我的沟通能力 因为我要用和缓的语调 但是坚决的态度 要不是撤掉这则新闻 否则就是只提破案 但是就是不能够讲价钱 理由很简单 有很多我们的警方同仁辛苦 所找回来的古董 那种账物呢 其实就是一个赝品而已 但是呢 施主是不是知情 也往往是内藏玄机的 记得要收藏高价的紫砂壶 一定要记得刚才 黄建亮先生的提醒 不要心怀侥幸 以为自己老是可以捡到便宜 紫砂壶出现于明代 明清和现代的紫砂壶 要如何辨别呢 我们将在下次的节目当中 继续有请黄建亮先生 深入浅出地告诉大家 我是戴中人 请锁定我们节目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